欸 可可 我告訴你一個 台股獨家大秘密 你趕快過來 趕快過來 欸 怎麼走過去 趕快別打我 啊 欸 你子蝶回生了欸 欸 台股子蝶就看這個訊號 美國第一共和影響 恐再爆 真的嗎 欸 台積電頭不成形嗎 真的嗎 軍工探前骨噴 MACD獨家戰法教你 逆轉身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A.K.A.JISU JISU 好 JISU 你好 我是 我的棺材都 棺盤都被你拿走了 拿走了 好不好 那 我是哲哲郭哲龍 好不好 欸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第一共和銀行 FRC 好不好 再爆囉 喔 恐再爆啦 再爆怎麼辦 這看起來很恐怖喔 會不會再爆 會不會整個爆 已經爆了 會不會爆到 其無完膚 在牽連其他銀行 大家最緊張的 那台積電頭部成形 我的頭部有沒有成形 應該有吧 頭都跑出來了 頭都跑出來了 這個句話我不知道該怎麼接 我覺得你有騷擾我的感覺 我 台股子蝶就看這個訊號 好不好 軍空探權股噴啊 MACD獨家戰法教你逆轉勝 你江江老師要教我們MACD獨家戰法 好不好 講到碳權就講到今天吃什麼 今天吃碳烤雞排 你看 最佳很好吃 碳烤雞排 這個雞的多少錢 100塊了 100 對 110 110 115 115啦 做什麼 碳權啊 做什麼 這個吃這個反而不環保 要製造碳的好不好 還有台積電火燒 也有碳烤雞排 也有 我們請教三位分析師 好 第一位 第一位 江國中分析師 客家一哥 我最喜歡一個新名詞 客家一哥 你喜歡這個名詞嗎 還好 還好好不好 對不起 我比較喜歡 碳烤台積電 不是 碳烤雞排 有一句話講 黃天不負苦心人 我以前在看福利社呢 都看其他分析師在那邊吃雞排 這是我第一次喔 我上很久 第一次 你來三年了耶 第一次輪到我吃雞排 有吃過雞塊 可是台積電的雞排沒有 其他雞排也沒吃過 對 我都在節目上看 所以黃天不負苦心人 有志者勢進成 終於熬到了 對對對 嗯 好吃吧這個雞排 不是很脆 但是很香 很香 對對 加香味 加香味 嗯 很好吃的味道 有加的味道 那我們來歡迎第二位 等一下 老師啦 先生老師的LINE 你這個給人家 嗯啊 老師的LINE 叫老師LINE WIN 58899 99 我8899 好不好 先生老師LINE 另外一個 酒 也是很酒的男人好不好 很酒的男人 聽說他跑三鐵啦 好 等一下我請他來秀一下三鐵的紀錄啦 何基頂分析師你好 老師好 大家好我是何基頂 G力老師 那這次真的跑三鐵回來 那發現台積大鐵了 那我跑三鐵的時候 有一些趣事啊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啦 那其實我是五年前才學游泳的 然後其實我對水是有點害怕 所以我每次一下水啊 都會有點吵 會喘不過氣你知道嗎 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你對水會害怕嗎 可是你對水會害怕嗎 我看到主持人都說 欸 水姑娘喔 不會啊 開放水域跟游泳池不太一樣 那我一下去啊 就有點緊張 然後就喘不過去 然後我就哇是怎樣都沒有辦法游 游不下去了 那時候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有養飾休息 所以我就這樣養飾休息一下 就是這樣養飾 讓自己調息一下呼吸 然後調息的差不多快要結束的時候 老師你確定要講嗎 你還有一段 你譬如說你那個 多跑五公里 六公里 那這是另外的 那我跟大家講就是 我在休息到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有一個人跟我說 先生 我們大會是不反對你有養飾 但是你再游下去 你會上岸喔 就是我游到側邊了啦 我游側邊了會上岸 然後我跟他講完 就差不多就繼續再往前游 所以人生還是不要放棄啦 所以我們這一次跑跟過去不太一樣 我這次跑的是113 113公里 可以到新竹了嗎 好像可以喔 可以到新竹了 你一定要知道新竹了好不好 對 如果有需要我的那個 簽名照沒關係可以來索取喔 下面留言謝謝 我只加LINE的索取也可以 簽名照好不好 老師 那個聽說你胸肌很大塊 秀一下好不好 胸肌嗎 這樣嗎 欸欸欸欸欸 欸這個不是後製的喔 唉唷 欸真的蠻大塊的喔 但人家很羨慕欸 欸這個看到你會覺得怎麼樣 很羨慕欸 很羨慕喔 好好好 好不好 好 第二個 來 這個是金鳥字的LINE 來喔 小鼠GD1788 我家娜今天講久一點 因為好不容易跑了110幾公里啊 對啊好不好 好 沒問題 所以你不要每次去胃競賽 都是搞一些什麼C啊 啊 舔的啦 其實比體能我根本都贏 每一題都是我答的 我跟你講 可是有些人 有些人在乎體能 有些人在乎C跟舔啊 好不好 所以小鼠GD1788 好不好 我們來請教下一個分析師 陳維泰分析師你好 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沒有想到啊 在最近那個行情如此 艱困的時候 福利市還可以請大家吃雞排 真的太感動啦 我們什麼沒有 我們就是錢多好不好 哈哈哈哈 感謝基盈老師露胸肌 我記得我媽小時候想跟我講 哲隆啊 那個喔 那個買書錢喔 不要偷拿走啊 對啊 那個 你如果是要吃東西 盡量吃啊 我聽他的話 我說我都頭好狀狀 盡量吃 吃東西錢沒關係 盡量吃媽媽給你 對 所以吃東西不要省 好 媽媽給你 喔 絕對 不要苦到食物好不好 好 嗯 真的很好吃 嗯 好 是不是 好 這不錯 炭烤雞排不錯 而且都大塊 可是太貴了 太貴了 吃半塊 我看你真的很耍水 我覺得那個炭烤很耍水 可是我覺得 吃人不健康 我吃就好了 其實吃這個已經算很好了 你知道我們跑三田 因為我們要跑七八二小時 這中間會經歷兩餐 我們都只吃椒跟果凍 然後一袋 1500 老闆你喔 對啊 一袋1500 大概兩小時吃一包椒 兩小時 一個小時就吃一包椒啊 你不能買別的嗎 不行喔 你要邊吃便當邊跑步嗎 喔 這好問題 不太可能吧 邊吃便當邊跑步 膠是什麼膠 香蕉膠 不是啊 就是那個 有點那個是膠狀的東西 那你邊吃邊吸就對了 能量能硬 老師今天已經講很多三鐵了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欸 股市不立社 我們節目移動 因為快要是 1 3 5是解盤影片吧 可是是五一勞動節 放假 我們也是辛苦的勞工 所以要放假 好不好 所以1跟2要換一下 要換 解盤影片能夠互換 好不好 換一下好不好 互換 變成教學單元 禮拜一播出 解盤影片是禮拜二播出 欸 對 對 沒有 這個還是把它擦掉 已經換了 等下禮拜一跟禮拜二 禮拜一是教學單元 禮拜二是解盤影片 對 下禮拜一喔 好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來來 老師 利厚 利厚 頭部成型 老師的頭 好 今天的 今天的頭也蠻好看的 頭型也蠻好看的 對 今天的大頭條 讓人頭很大 對啊 這年的利空還蠻多的 對啊 台積電 美系外資一直買又來了 找一段之後他又連 那個美系外資 讓我嗎 對 然後這個賣超的幅度還蠻大 台積電跌破了500的關卡 似乎看起來是頭部成型 那跟待會跟各位分享 過去 來 我們看台積電走勢啊 對 很明顯啦 對 那個台積電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好 對 很明顯沒有 這邊有個頭嗎 一個頸線做跌破 那特別是對這個技術分析 比較concent的人 比較關注的人就覺得 他疑似頭部對不對 是啊 目前看起來確實是如此 然後特別跟各位講一個訊號 請導播幫我切成台積電的周線圖 你要特別特別留意一件事情有沒有 好 台積電的周線 這是周線 這個周線 底下是MACD有沒有 他已經出現一個連續三根的柱狀體翻黑的這個狀態 一樣我們持續看他能不能出現一個止跌的這個契機 然後你看他的這個周線 周線的這個均線剛好回撤 我們講技術分析有個東西叫什麼 一二三法則 請導播把它縮小 把圖縮小 來 有沒有 你看這邊 一個長天期的均線呢 通常跌破之後呢 會有一個回彈 有沒有 跌破重要長均線會有一個回彈 一跌破 二反彈回抽 三重挫 代表什麼 它是一個多翻空的走勢 好 那現在有沒有 這個物換心儀有沒有 我們看現在的這個走勢有沒有 是不是處於什麼 一突破 突破長均線 二回抽測試均線 然後一次沒成功 兩次 目前看起來是第二次 所以特別留意 那本週測試低點 然後外資連續續賣超之後呢 去觀察一到兩個禮拜 本週的低點 不要再做跌破 下周線的紅K 極可能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回抽 一突破 長均線一突破之後 二座ABC的回撤 三就有機會做攻擊 然後特別跟各位 再回來我請導播 把我切換到台積電的日K線 底下放外資的賣超 投資朋友有個慣性 從去年10月份以來有沒有 所有的台積電歷史性 就針對長期存股投資朋友 最好的切入點都是外資賣最兇的時候 去年低點外資 我剛剛有特別去算過 一根一根算 三百七 超過賣超超過一萬張以上 大概第四根第五根 就出現不斷低點了 那時候大家討論什麼台積電 建兩百 然後什麼老婆要跟他離婚 然後這是第一次低點對不對 你看第二次低點有沒有 出現外資又是連續性的賣超 所以幾乎按照台北股市 台積電過去的走勢的慣性 似乎跟外資對著就贏了 你看不只是低點 每次低點利空都是外資賣出來的 而且高點的利多都是外資買出來的 所以針對台積電操作的手法 我認為幾乎可以下個定論 跟著外資對著贏的機會大 跟著外資對著 謝謝老師有前提 不是外資一賣就馬上買 外資如果一直在賣 大概在第四根第五根左右 然後至少賣不下去 不管反正一直賣 第四根第五根 你說外資賣的第四根第五根還是K線 大幅度賣超的第四天或第五天 比方說你設定的關卡 他是賣超過一萬張 波段低點連續賣個超過萬張的天數 第四天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時候 大概是相對低點就逼近 是賣萬張第四次第五次啦 對就逼近那個 至少過去看這兩次的經驗有沒有 第四次第五次一次兩次三次 你隔一天又賣一萬張 隔兩天再賣一萬張 沒關係 再隔四天再賣一萬張 第四次差不多 第四次第五次 就非常非常逼近 不用怕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獨家的想法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OK好 那不是不到 只是遲到 謹慶春宴 目前看起來是確實是如此 當然昨天晚上美股不是中錯嗎 出錯幅度還蠻大對不對 FRC 等一下基地有所謂的 其實這個是多空在互相拉扯 我們看前天 FedWatch預估五月份要再升一馬的機率 變成前天是91% 所以我們觀察的時候 昨天因為又有一個 金融股的利控對不對 馬上升息一馬的機率 從91%又降到85% 可是這個機率還是很高 因為你看 縱觀我們現在看到澳洲 紐西蘭加拿大還有歐洲 很多的國家都已經宣布停止升息循環 目前堅持要繼續在升息的 目前只有美國 那目前你看 確實是 你看歐洲股市 法國 德國一個是創新高 一個是創波段新高 可是美國遲職還在底部盤選 主要還是跟利率政策導引出來的 資金的流向會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靜待吧 會不會因為昨天 這個第一共和銀行 又出現問題的這個情況之下 馬上又把它激勵它 五月份不要升息 不要再升息 順應國際的潮流 這個資金才會趕 還有那個膽識 從這個場外在parking的資金 再重新回到股市 我們認為這是觀察 五月份升息之後 不管有沒有升息 不升息是最好 即使升息一 也有很大的機會 是最後一次了 因為逐步的升息機率 就開始做這個降低了 所以我們認為整個導引全球的股市 經濟的股市 好能不能好 關鍵在美國的升息與否 這是未來必須去觀察的 一個重要的指標之一 另外一個我們看右邊 有一點不好的訊息出現 說說會不會是因為FED的升息 來打擊這個景氣 目前我上個禮拜去園區 園區去問採購的時候 訂單能見度不是很高 主要是什麼原因 大陸的消費市場 然後他們的目前是有比 他們預估的稍微起來一些些 它是起來的幅度 不足以他們立刻打消 快速的打消庫存 立刻的去往下一季 提早的做這個吩咐 比方說下游要交代上游 幫他們取貨訂單零件等等 目前沒有一個要增加庫存 就提早下訂的這個趨勢 變成說目前還在等待 相對於在市場之前預估的 可能會原本預估第三季 起飛復甦的速度會稍微快一些些 目前開始往後延到大概一季的時間 其實在這個他們去訪查的過程當中 國外廠商供應店 溢價空間變小變說 原本說你可以跟國外廠商訂這個產品 我量大的時候 我可以爭取1% 2%的折扣 他現在說不行 因為需求沒有很多 國外廠商不願意折價讓給你的意思 就是說國際大廠而言 他的訂單能見度不是很高 所以他不願意折價給你 也就是說代表這個景氣 確實還沒有很熱 所以這是目前看起來 需要往後再延一點點 復甦的這個時間 我們看一下整個 單都不大好不好 對 單都不大 不明確 不明確 然後就是說他們其實從園區的景氣可以用一個採購的 他們的整個比方說大廠的採購 他們的編制人員 也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最近都預切都不補 對 因為網友一定要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節目不是單元劇 它是連續劇 你有講過 但是園區 它其實下半年就有機會復甦了 對 原本是講說 第二季跟第三季的交接就會復甦 台季跟智原感覺是到第三季結束 才會庫存調整完畢 你怎樣的想法 他們是不是也有最新的想法 那些園區的朋友 最新的是原本跟我說 是第二季第三季交接 因為比方說第四季傳統的旺季 Christmas之類的 要提早休下定 第三季的開始 比方說7月8月 就會開始 景氣就開始做復甦 目前是時間往後做這個delay 大概會delay一季的時間 所以這行情線去修正這個東西 對 我認為是 馬上這個訊息傳遞的敏感度很高 自從台積電調整 它的景氣漲萬以後 對不對 對 就這些 所以很多人覺得為什麼跌 環環相扣 覺得跌國安基金 不是 是這個原因好不好 是獨家的消息 台積電的法說 對 然後目前看起來 是比較傳統的 PC 手機 特別是網通 那衰退的幅度稍微大一些些 那索性我們很關注的 講說公控的伺服器 物言網 還有測用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都還蠻OK的 對 老師 因為有個美女 她一直比啦 她受不了她心態就在跳了 攻攻跳 你心臟很沒力 你心臟很沒力 非常急 很急 好 很急 多急 老師因為訂單要遞延了 你不要怕金身試鎮好不好 手在抖 然後你說 老師因為遞延了一季 那這樣子對於明天的產 不是明天 明年的產業前景有變化嗎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專業 可是你這個調性 講話太溫柔不像你 不是 那其實我也在 我剛剛有詢問這個 復蘇的時程的時候 他們也跟我說 明年 這樣子反而明年Q1的成長性 會變得更高 等於是說壓皮球理論有沒有 原本這個時候要坦的 你剛才往後壓 多壓一季 那個累積能量又更大 搞不好復蘇的力道 會一舉的做爆發 三國演義 不是一開頭就講嗎 天下之勢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對 就是股市的漲結循環 為什麼NB現在賣不好 我前年都買了 疫情關係 在家裡在家裡要 那個work from home WFH 對不對 你在家裡工作 我總要買筆電吧 買了以後 明年就沒需求 就這麼簡單吧 過度消費後就休息一年 可能要等他三年後 壞掉才會 過度消費休息一年 休息一兩年 現在就這樣子 現在等於又過度 又過度緊縮 接下來怎麼樣 又開始過度消費 對 是就這樣子 所以說雖然是遲到了 但是我認為那個累積的能量 但不是不到 搞不好會更大 這個可以特別去留意 復甦的時程 這就是這樣子嘛 有些人就是跑馬拉松 跑三鐵 就繞一圈 繞錯了多跑五公里 他最初還是到啦 用走的可以走得到啊 話沒有說到吉林老師 吉林老師沒有發生這個事情喔 好 就是我 就是你喔 對不起 他遲到了 他是有到嘛 跑還是跑了三鐵嘛 多說一下五公里 就算不算氣 然後胸肌反而變更大 更大啦 好不好 OK 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呢 你看喔 然後另外一位分享 這個MACD我們的福粉 請各位一定要學起來 因為對你的短線的操作 一定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你看這一波 這禮拜的 過去一個禮拜的下跌 我們看下方 下跌的時候 然後要開始中錯的時候 他是不是先出現一個什麼 柱狀體翻綠的訊號 他不是昨天大跌之後才翻綠 他是在1 2 3 4 5 6 7天前喔 2 4 我有沒有數錯 沒有數錯 7天前 7天前就出現一個 MACD柱狀體翻綠的訊號 我們講柱狀體翻綠是什麼 是一個整理的訊號 所以很明顯 我們看對應圖 7天前就是相對的高點 柱狀體越來越長啦 綠色柱狀體越來越長 對 對 對 然後我們講MACD的觀 他也不是什麼很厲害的 什麼領先指標 但是他是一個趨勢型的指標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把MACD 其實你不用學太多 技術分析也有很多嘛 RSI等等 我認為MACD 帶給我們直接的效應會更大 我們看左邊 去年的1 2 6 2 9 它怎麼出現的 MACD柱狀體 柱狀體越來綠柱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突然有一天它縮小了 它縮小之後呢 它嘗試性往上走對不對 可是股價彈起來之後 又破底了 好 你看喔 股價因為空頭太強烈 股價第一次跌破前低對不對 可是柱狀體沒有跌破前低 這個叫我們俗稱的一次背禮 好 第二次出現 這邊有沒有綠柱 連續三根擴大之後 又變收腳了 好 它出現反彈 反彈後呢 它出現了再一次的破底 可是MACD柱狀體 依舊沒有破前低 形成所謂的技術分析 非常強大的二次背禮訊號 來喔 你看 當MACD收腳兩次 然後後面翻紅之後 確認二次背禮成立之後呢 它的漲幅有三千點 所以呢 你去如何去觀察 未來如何達配股 是經過本週下跌之後 如何做止疊 第一個MACD要先收腳 收腳很重要 去年的一二六二九 收腳兩次 二次背禮之後 漲了三千點 我們看第二次的經驗 今天是12月份的下跌 有沒有 綠柱進入修正 綠柱狀體呢 逐步擴大擴大擴大 有一天突然收腳了 變小了 小了之後 股價再破底一次對不對 可是股價破前低 綠柱沒有破前低 是背禮 MACD一次背禮 好了 他收腳之後 MACD一翻紅 確認底部成型 而且是一次背禮的情況之下 股價漲幅1800 就是比這邊三千點 稍微小了 2500點稍微小了一點點 有沒有 二次背禮的漲幅會最大 一次背禮漲幅次之 然後我們看第三次的經驗 往右邊有沒有 這邊一樣 背禮 是這邊用背禮 我覺得圖 大家還不夠仔細 他們不懂什麼背禮 我在用這張圖更仔細 我們用台積電 上面那張圖來看一下 老師 我們請小編來坐這邊 什麼叫背禮 老師我們看這個圖更清楚好不好 這個圖去做不錯 好我們看這個MACD一次背禮有沒有 股價跌破前低 但是MACD的柱狀體的綠柱沒有破前低 如果是同步破前低叫做什麼 強空 同步叫做強空 股價往下 股價往下 柱狀體往上 就是一次背禮 一次背禮的反彈就已經蠻大的 不同項 對對對 叫背禮 不同項 叫背禮 一個往下 一個往上 好不好 只要一次背禮 來 第二個我們來看 兩次背禮什麼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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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股價第一次破了前低 對 綠柱沒有破前低 綠柱底往上 收腳道 有沒有 這邊越往上 越往上對不對 對 那第二次呢 股價又再一次的破前低 可是 綠柱依舊沒有破前低 我們叫做 標準的二次的背禮 低檔的二次背禮 大盤線就 對 以大盤的角度而言 歷史上要經過好幾波的循環 而且是很長的下跌之後 足底成功之後 才會出現二次背禮 所以我剛剛呼籲 剛剛我們主持人所說的 沒有 它不是不到 是遲到 遲到之後呢 反而累積更大的能量 二次背禮 累積的能量比一次還要大 所以反而力道會對凶 所以老師你剛才講的那個行情 這收腳是已經講過類似的 這個收腳就是 就是綠柱擴大之後 收腳之後 它就沒有再往下跌了 就直接越來越小 終究翻紅 確認攻擊 然後股價就不及了 這同向的就攻擊了 對 二次背禮 所以我們剛才回到剛才那張圖 二次背禮 大盤線幾次背禮 老師 好 就是過去的 這邊是沒有背禮 直接V轉了 這邊是一次背禮 然後這邊是 去年低點 12629是二次背禮 那目前呢 大盤下跌過程當中 一次背禮都還沒有 然後收腳都還沒有 我們放大有沒有 是不是還沒有明顯收腳 所以呢你現在 你必須就是說 火正在燒 外資才剛賣的情況之下 然後呢 它目前是 這個碟式 這個啟動之後 MACD綠柱是翻綠了第七天 第七天之後呢 你去留意一件事情 收腳為止的訊號 好 收腳為止的訊號 比方說 我們看這個上面 假設明天出現一個紅K 好 再出現一個紅K 對 出現一個紅K 然後底下呢 它的綠柱 柱狀體比今天還要小 這個就是標準的收腳 收腳形態 或者說破底了 可是也收腳了 也曾經出現這個現象 收腳的好事了 被離了 所以不是看當天漲跌 是看綠柱有沒有變小 變小叫收腳 收腳是按照過去經驗 只跌的首要訊號 有收腳開始 就可以準備要進場了 因為如果往上去漲 又收腳 那不錯了 才正向看待 如果是跌 可是還是收腳 不要動不動 跌還是收腳 這個變綠柱體變短了 那代表有機會 其實一次被離 還是被燈根噴出去了 好不好 我們快速看一下大盤 來 是 所以大盤這邊 等一下看MACD 我們記得大家看一次看一新 如果不等沒關係 我們福利社還會固定 每週 每週講加強老師 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都會跟你們解盤 講三點老師 這個怎麼看 你怎麼看 結論你覺得就是等MACD 對 等待過程中 有點感覺快要發芽了 就是你需要花點時間 我認為就是等於MACD 三鐵老師 我覺得現在大盤就是會反彈向上 因為其實我們先撇開 多更空的觀念的話 其實如果說是一個空頭 你現在真的要停損的話 除非它是一個V型反轉 直接一路向下 撒不停 但是我沒有看到這種狀況 V型反轉 V型反轉向下 就是一路往下撒不停的那種 到V型的 到V型直接反轉向下這種 你才要停損吧 但目前看到沒有這種狀況 因為要出現這種形態的 通常都會伴隨著一個 國際重大的利空 那比如說像2020年的COVID-19 或者是像戰爭這一種的 但目前來講都沒有啊 所以不會出現V 倒V型反轉向下這種形態 有些人覺得有點像的 有點倒V的 我認為不會 因為一定會有一個重大的國際利空 你這個V不算就對了 你這個還不算就對了是不是 那也就是說 不過即使是空頭 任何的心他他都會疊下來反彈 疊下來反彈再向下 所以他一定會反彈 先上再說 好 謝謝老師 外資今天賣超差不多五十幾億嘛 對 五十三億嘛 有人在DJ喔 對 主要還是在賣台積電吧 好 希望外資不要再賣啦 賣也沒關係 老師教過他獨家的台積電戰法 不只獨家的MACD 獨家台積電戰法 如果是連續 應該說第四次或第五次 短期內外資賣超一萬張就可以買了 就是逼近他波動的相對多遠 那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你今天還有什麼 什麼那個MACD收獎的案例呢 還是一些股票前置 目前經過一波修正七八天之後呢 很多股票的位階不一樣 有些在高檔 有些在低檔 有些走空了 有些還是持續多頭 跟各位用這種方式 簡單判斷多空 我們來看這個保一 你要如何去抓這個股票呢 第一個 股價就在均線之上 在季線之上 然後MACD雙彈法包含的柱狀體 必須是紅色的 快線必須在零頭之上 這種股票呢 然後你去觀察 是不是這邊是不是過前高 過前高之後 拉回股價沒有破前低 是不是頭頭高底底高 所以確認是多頭 其實今天其實是黑K對不對 高點突破高點 所以未來突破的 去觀察有沒有 他拉回的時候不要跌破這裡 不要跌破這裡 然後又展強的時候 他又是下一個 這個小波段的一個買點 就是去選擇多頭的股票 這邊是連直線位置去 還是多頭沒有問題 好啊這邊是方紅的 不用擔心 這是一個多頭型態 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也是探權最近 非常非常夯了沒有 好 股價直接整理對不對 那這樣可以追嗎 目前我認為他是 還是強勢的多頭股 多頭股就是必須要持有 然後你看喔 就是股價在基天之上 MACD才剛第一波上來 通常你看這個強勢幾天 1235 第五天 強五天 假設他再強個三天就不要追 因為總共漲八天 八天等他回測三天 再來做低接 所以認為 第五天這個位置追 我認為成功距離是一半一半 但是我認為 比方說與我們講358的慣性 漲五天回測三天 很好啊 只想他回測量瘦瘦 再來接 會蠻不錯的 就是一個確認是底型是多頭 不管是就均線的架構 還是MACD戰法 都是多頭的股票 我們反之 你可以去做一個多空的做比對 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是台光店有沒有 好 股價跌破季線 現在股價在均線之下 代表什麼 套勞人數比較多 停損的賣壓會出來 MACD雙戰法都是零軸之下 所以這種股票就是空頭的形態 那既然是空頭 趕快做停損 趕快做賣出 至少把你的持股的部位 換成現金 或者是把他換成多頭的股票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看一個 這個就很標準 我們可以把他縮小嗎 要的話要 到底要不要 OK 你要把這個是P圖 OK 要把他轉K線圖嗎 這不必 可以 一樣底下幫我換成MACD有沒有 好 股價跌破均線之後呢 然後MACD戰法 你看喔 你看這個投資朋友 這個零軸真的很好用 都順勢同向的 快線在自從這裡 掉過零軸之下 再也沒有回到零軸之上 零軸之下大概就綠色這個地方 在綠色區域 所以他根本都完全不符合 最基礎的戰法 就說一定要零軸之上 才能夠去做切入 所以他完全都沒有 這種股票就 以及越早避開 對你的投資會越有幫助 好 這次越有幫助好不好 這個多空 股票的挑選跟比較 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一切 台積電頭部成型 指鐵就看這個信號 MACD的一個戰法好不好 一些方向性 一些趨勢 大家都教到了大家了 希望大家有沒有學到這些東西了 有學到的時候 我們來看下一張股票 來 熱門我最貼 世新KY 生威能源 世新KY 跟生威能源 江老師這兩檔股票 來 是 今天我最貼銜的兩檔股票 一個是世新 一個是生威能源 我們看世新 世新有一個伺服器的成長 投資朋友你要去留意 一顆AI伺服器的售價 是一般我們世上 普通伺服器的售價的20倍 以未來三年都能夠有30% 40%的成長之後 三四年之後 整個AI伺服器 因為AI產業興起之後 它佔整個伺服器的市占率 就會大幅度的提高 這也是為什麼世新 去年EPS明明只有25.69元 今年法人估到42.97元 明年又成長到57.65元 是一個在目前我們等待 整個整體電子業 產器 景氣要復甦 可能從Q3延宕到Q4的同時 世新是一個很明確成長的產業 可以特別留意 MACD經過上一波搶攻之後 目前有稍微休息 助長體是翻譯綠色 可是快線在零軸之上 所以下一次它收繳的時候 收繳可以先佈局一點點 等下一次MACD助長體 正式翻紅攻擊的時候 可以再做一個加碼一次 所以我們認為拉回來 可以逢低去留意 世新未來的成長性的買點 第二檔是6806的深微能源 這檔我就要講的時間 稍微久一點點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所謂的一戰式再生能源 台灣唯一的很強大的廠商 它的子公司有一個叫做富威能源 它承擔的工程 台電的工程有539億 要兩年之內要全部要完工會入帳 這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很大的未來的獲利 整個深微能源在離岸風電 太陽能 然後還有所謂的壽電 還有出能產業之外 我們最近不是很流行 還剛興起碳權台灣的教育平台嗎 可能7月要正式成立對不對 它的3月份就成立了一個叫原山森林 如果台灣的碳權教育平台 正式7月成立之後 它也會在台灣正式啟動這個產業 所以這檔公司我認為成長性很強 去年一整年它的營收只有不到50億元 因為整個在今年下半年 它的整體入帳 我們剛剛講台電的工程 從今年下半年之後才會大幅度入帳 所以今年的營收有機會衝到 從去年的50億元衝到100億元 所以我們認為這成長性非常之高 MACD也是一樣 衝過一波之後回撤準備要往上做攻擊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身為人員謝老師 好 經理老師 來 南電跟祝榮 南電的部分就是ABF載板 那其實這一陣子剛剛老師也講了 就是說因為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遠距膠寫買電腦 買iPad都買得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半導體還在去庫存 但是我們有聽到一個消息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微軟要擴大投資 Check GPT 所以就會帶動高階製程的需求持續提高 南電的部分它持續往4奈米3奈米高階製程走 所以對未來的需求有機會持續的擴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股價部分 這一波台股下跌 它完全可以說是沒什麼跌 它是守住季線的 我們台股是跌破季線的 那南電的部分在260塊附近大幅劇烈震盪之後 你會發現季線還是守住了 所以目前來講只要260塊沒有跌破 短線上都有機會持續的向上再次挑戰新高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南電這檔股票 因為連欣欣也是表現得不錯 同族群都不錯的話 就會有比價效益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南電 那另外祝榮的部分 我講了 股票要看的是未來 未來部分5月份有台灣的 應該說美國的軍火商要來台灣 那要來台灣的話 我們要跟他們買武器 他們總是要跟我們下一些訂單吧 這樣有來有往大家才有好處嘛 好所以呢 軍工類股還是盤面上的焦點之一 那祝榮的話 他本身是做航太零組件的 講話大舌頭 那3月份的營收蠻不錯的 那3月份持續的成長 年增了39.6% 那股價你會發現這一波大盤下跌 它也是沒什麼跌 維持在160塊附近震盪震盪 那我認為大家可以先抓一個區間 大概在160到170之間 只要在160跟170之間的區間震盪 那大家就可以來回操作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留意這一檔股票 好可以留意這一檔股票 謝老師祝榮 玉珠老師鑄言有數好不好 鑄到標股好不好 來 陳偉泰老師 郭泰金跟志遠 老師 好 第一季國泰金的EPS 只有0.46元 相較於這個曾經一年 有賺超過一個股本的國泰金來講 它EPS真的是很超 什麼時候一年賺一個股本 想到前年 這個債捐價值的一個減損的利空 看起來應該已經過去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在國泰金的股價相對的穩定 所以未來有拉回也是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 這是國泰金 來 我們來看 另外一檔是3035的志遠 不要都是喜歡我的股票 好好好 對對對 很喜歡你 好 謝謝你 好 其實我今天本來也是要選藍電 後來被紀念老師截足 他沒有把他胸肌比較大 欺負你 腳又比較長 又會游泳 又會騎腳踏車 雖然這三次我都做過 對 可是沒有做過 沒有比他厲害這樣 好 就做過了對不對 我們沒什麼炫耀的 你成績一定可以贏他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下次比賽還說不定 他多游個20公里 我以為你要說 20公里還很多 可以叫船 跑不完叫船坐車 可是你多有20公里就贏他 反正繞一圈一直繞 你就穿到多繞一圈的時候 你就贏他就好了 好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志遠 說實在話 這一次的個股的修正 是以半導體相關的個股 跌的比較重 最近志遠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就是亞系外資跟美系外資 他們的看法不同掉 首先日系外資的部分 針對志遠 他是把他的買進平等降到中立 而且把他的目標價 一口氣降到116塊錢 可是美系外資卻認為說 維持這個買進的平等 甚至要進行加碼 那把他的目標價定高到215塊錢 那如果說從整個產業面來看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說是 美系外資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第二季跟第三季 可以觀察到 他的一個營收的一個表現 開始在第二季落底 第三季的MCU的訂單 會陸陸續續的回籠 所以目前來看 他的一個股價又來到 相對的一個低點位置 所以如果說站在所謂的一個 最壞的時間點 可能已經過去的一個考量之下 我覺得接下來有拉回 可以特別做留意 老師 你看好他 今天底下那麼長 蠻看好的是不是 就基本沒有大家講那麼差 對不對 對 而且其實最壞就是 可能之前第三季 跟台積電一樣 好 好 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下個導演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包你圈 為什麼要抖音 老師 你看金老師你會怕啊 為什麼要抖音 因為剛剛裡有人很抖 有人在抖胸肌啦 好不好 好恐怖好恐怖 快走快走 對啊 好 那 因為我剛才你抖胸肌 我很想跟你愛的鼓勵 那我可以考你一件事情嗎 考我 又是趣味大競賽嗎 不是 就考你 那個會吸會舔的趕快過來 哈哈哈哈 你現在可不可以看我們趣味大競賽 吸會舔什麼 喔 剛才玉璃老師 我剛才在外面看到他 老師我這來愛的鼓勵 你來動一下 而且左右胸肌動一下可以嗎 左右胸肌 用胸肌鼓掌 對對對 用胸肌鼓掌 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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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拿啦 好啦 來來 不用客氣 我幫你拿啦 沒有沒沒沒沒 這樣辦啦 好啦 繼續來 脫 脫 脫 愛的鼓掌 來 預備 開始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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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一點點 有嗎 你可以穿上的 胸肌滿大塊的 好 好棒喔 好棒喔老師 哇 沒想到 你現在單分析師很辛苦 真的欸 才能表演 真的欸 我是來做man power的 還是來當分析師的 不要這樣嘛 是啊 都有 都有啦 都有齁 你還講出來 對啊 以後當分析師 一定要先垮山鐵才能當分析師 怎麼辦 好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財報 其實財報都是優於預期的 但是財報 優於預期 有些股票是漲 有些股票是跌 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會發現第一共和啊 他那個財報其實也是優於預期的 大家覺得好像他很差 其實他沒那麼差 你會發現 他24號公佈財報的時候 手機雖然說年減了33% 降到2.69億元 但是他的每股盈餘還是1.23塊 是賺錢的喔 是賺錢的 所以是表現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那他也表示啊 未來會重整負債 會降低人力 那未來會持續的好轉 那當然這是他在講的啦 那為什麼 他明明財報優於預期 但是會往下跌呢 那我們跟大家講 投資股票要看的是未來 大家看到他未來 好像存款一直走 客戶一直走 那我們看下面 你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我們從大數據來看 他第一季的客戶流失 第一季的客戶流失 本來啊 市場預期是1450億 結果實際上公佈一出來 蹦 只有1045億 他的那個客戶的存款 流失了這麼多 那存款的流失總共的金額呢 市場本來預期是 流失金額只有600億 結果實際上數字一蹦出來 是1000億 那大家想想看 客戶的存款 這個少了400億 就是這邊流失了400億啊 對啊 這邊差400億 這邊差400億嘛 大家想看 銀行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客戶啊 那你客戶一直走一直走 你未來有什麼獲利的預期 你流失金額 如果你存款流失1000億 下一次再一次1000億就沒了 對啊 沒錢了啦 那你公司不就是越來越少人存錢 越來越少客戶 你要沒有客戶 你要從怎麼樣去賺錢 這難度就很高嘛 是啊 其實我們節目為什麼能撐這麼久 點閱率就高嘛 我倒嘛是不是 那有點閱率才能撐下去 不然你看我們每次有吃有喝 是幹什麼對不對 有一個女生要比胸肌 還要比愛心 你也要來一下就對了 你滿有趣的 你也要來一下就對了 就是動作醜到很有趣啦 好像很醜嗎 我還以為很優美欸 優美 我會欣賞她的那個 真的 就是自我催眠 對自信心自信 就是woman power 老師是man power woman power 好好來 所以忘了我的問題了 對 老師剛剛那個 可是美國政府不是保證說存戶的安全嗎 那這樣子市場是不是太恐慌了 市場是比較恐慌啊 那所以現在很多 而且他保證存戶他是說打算 啊事情還沒發生嘛 無可救藥的時候 就會做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 你站在你是存款戶 所以沒錯你還是會把錢存到銀行 但是你有可能會把錢存到大型的銀行 是啊 所以相較來講 小型的銀行就相對比較吃虧 那是我還是不想賭嘛 可是問題是 如果那一發生事情 我們還是 我基本上我也可以確定啦 美國政府還是會救啦 對啊 對不對 還是會救存款戶 只是 我的存款戶 我幹嘛被人家救啊 我幹嘛生病被人家救 我不要生病就好 所以挪走就好了 對啊 我幹嘛要跟兩岸打起來 我們不要打起來 就不用美國過來救了 而且現在起會喔 現在起隊喔 比以前更簡單 因為現在 網路上可以轉戰了 手機按一按就轉走了 所以轉的速度是比市場預期來的更快 是啊 對啊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 哇 客戶都走了 那股價就大崩盤 所以我們看到那邊右邊這邊 你看一下 但是昨天公布財報之後 直接大跌49.38 根本就腰斬了 這叫那個打底不成 那個怎麼樣 畫我不成反內權 打底不成反做頭是不是 打底不成反做頭 好可憐啊 這首次 這就是我講的 所以我們要看股票 最重要還是要未來性 那我們看到下一家 下一家公布的像微軟啊 還有谷歌公布的財報 也是一樣漂亮 但是他就是有未來性 所以股價就盤後就大漲了 我們可以看到微軟的部分 那他現在的營收是528億 那市場預期是多少 510億 你看他現在公布的營收528億 比市場預期來得更高 那EPS的部分呢 市場預期只有2.23塊每股 那現在他公布出來是2.45 那除了公布出來財報數字漂亮之外 微軟他也預期未來的營收會越來越好 他們未來的營收預估會在548億到550億 8億之間 那年增率大概是6.7% 那他這個年增率的未來性是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 微軟那個就是CHAT GPT的AI的公司 所以呢他們的執行長說 他們持續要投資雲端的基礎建設 也就是說他們是持續看好AI這一塊 那他們看好AI這一塊 我們你看投資人也會覺得 AI就是有未來有前景 總比你那個銀行有沒有 一直客戶流失一直存款流失來的 好吧 所以呢受到AI的激勵啊 那不只是微軟大漲 連揮達NVIDIA盤後都大漲了6點 因為他投資雲端啊 他投資AI啊 他投資基礎建設就帶動像GPU啊 那些就是雲端伺服器啊 還不錯嘛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有未來性的股票 你看高於市場預期 那個他的產品又有未來性 那股價大漲8.5% 那另外谷歌的部分呢 谷歌也是一樣 Google嘛 他的財報 上漲3% 後來變1.74了 但是還是向上漲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營收的部分 第一季財報公佈之後是697.9億 那市場預期只有689億 你看是增加的 那EPS部分每股盈餘是1.17 那市場預期本來就只有1.07 所以都高於市場預期 那要什麼 未來性 你看YouTube的廣告 YouTube的廣告 其實你看第一季 雖然說是年減 但是其實他是持續的成長 而且是優於市場預期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 現在好像越來越多人看YouTuber 看電視的人是越來越少 我就知道 像我媽媽啊 她說她看電視 看到不喜歡的都不能跳掉 她看YouTuber 還是不喜歡就可以跳掉 甚至不太喜歡的內容啊 就可以快轉快展看 啊她就覺得她可以看很多東西 我私幾年前講網路 那種YouTube是趨勢 她以後會期待所有的地視台啊 對很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老人家他是懶得學 就跟LINE一樣 一開始老人家你家學LINE還不想學 現在不知道老人家每天可以問 早上問好 我不回我媽媽媽會生氣喔 真的 沒有 他會給你P圖喔 對啊 他會給你美顏喔 美顏相機喔 他會給你修改 這老人家 那固定的模式他就不會改了 對 所以這個以後第一台這些 我覺得以後人家老兵不死職凋零 財經節目我覺得以後會不同的變化 大家拭目以待 現在已經有點有點了 可是還是有些人還是不相信網路 其實以後會發現到 所以YouTube這些廣告 其實我覺得他都會激增啦 好不好 而且他只要 而且YouTube我覺得做的比較好 比如說像冒名的反冒的 他都會很容易在下架 臉書都沒做這個機制比他好啊 所以我覺得未來網路的趨勢不太一樣 還是有些低台節目 可是低台節目也不算低台節目 他會在YouTube上的模式啊 不一樣的模式 所以不一樣的模式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 YouTube他是有一個未來性 所以預期市場預期 他的廣告還是會持續成長 而且是優於市場預期的 那所以呢 財報公佈之後呢 他們的那個董事會也直接授權 就來給你一個庫藏股700億 就直接給你上下去 所以就帶動盤後股價上漲嘛 那就是力上加力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同時股票 你要看的不是只有基本面 你還要看他的未來性 當然既有基本面又有未來性 這種股票當然是最好的 好那我們看到 既然微軟他要投資就是AI 那台灣相關類股就會受惠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微影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今天看到 其實盤面上伺服器類股 其實都沒什麼跌 包含什麼伊葉達啊 或者是偽創啊 這一波台股下跌 跌了600點以上 但是都沒有什麼跌 那我認為這一波啊 我認為大家可以去留意的就是微影 微影的部分是大型的資料中心的解決方案的中心 那剛剛講到NVIDIA大漲嘛 NVIDIA就是做GPU的 那既然做GPU的大漲就代表說 GPU因為AI的需求會持續的成長 所以微影的部分 他的GPU的伺服器 目前來講只佔他業績1% 那預估啊明年會成長到8% 1%到8%是8倍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未來性就非常好 那從股價來看的話 股價我們看到KT指標一路向下跌到20 跌到20之後你看這一波的低點 還比起前一波低點來的更高 那一底比一底高 那這不就是一個多頭走勢嗎 而且今天還有帶量向上 所以這邊底鋪的承接量是蠻大 所以我覺得微影是可以大家值得留意的一檔股票 但如果你覺得他太貴 也可以買就是母公司偽創 偽創其實表現也蠻強的 你看一下這一波根本就沒有跌 月線都沒有跌破 持續的橫盤震盪而已 可是會不會偽創受惠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我們選了微影 還是選微影嗎 那我是說如果說你覺得微影太貴 我懂 買鈴股嘛 要有不同的思維好不好 貴不要用貴 是你買的金額好不好 好 你買金額可以買鈴股 那除了微影之外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留意 第一波就是ChatGTP的受惠股 就是01 那01的話你會發現這一波 它也是橫向整理 它是做網路服務 軟體硬體的一個代理跟開發商 那因為剛講了嘛 微軟擴大投資 投資ChatGPT 所以會帶動什麼伺服器的 網路的設備需求提高 你會發現它3月的營收 其實表現也非常漂亮 11.4億是年增3.2% 基本面表現非常好 也有未來性 那股價部分 這一波台股大跌 跌破極限 但是01你會發現 它就是一個橫盤震盪 橫盤的走 KT指標一樣 KP指標我認為是有點出現 背離的訊號 這裡第一波KT指標在這邊 第一點 你對照過來是在這邊 那第二波你看這一波下跌 跌到這邊 KT指標也已經到相對的20了 但是你發現它底部還比起前一波來的更高 一滴比一滴高 所以我認為後續向上的機率還是蠻高的 我覺得這檔股票大家也可以去留意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可是我想問一下維泰老師 維泰老師你對於這些 譬如說AI TrackGPT概念股 你覺得還會漲嗎 因為現在很明顯做頭 你試圓其實之前 優龍說的是TrackGPT概念股 很多IC設計 他還是很明顯做頭怎麼辦 好這問題應該拉高到AI他接下來的發展 現在其實有非常多的 就是正版面的看法都有 但是我認為AI這個浪潮是回不去的 OK所以基本上我先回答剛剛整個問題 就是AI相關的類股跟產業 還是會持續的一個上漲 那現在大家比較擔心是所謂的 就是說TrackGPT所造成的一些負面影響 我大概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深層式的這個 深層式的AI 那基本上它是用這種所謂開放性的資料庫 去做一個深層 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所謂是負面的一個影響 那如果說資料庫是屬於封閉型的AI的話 基本上它對人類的一個幫助 絕對是利大於弊 好好好 就深層式不敢講啦 那個有個道德上有個利跟弊 對 對 對 可是如果封閉式也不錯 可是現在就流行深層式啦 我覺得那個是要有一個過渡期 現在包括像是歐洲 美國 他們都開始去針對這種所謂的深層式AI 要如何去做儉管去進行這個研究 可是這個研究 我覺得這個就算是稍微限制或研究 怎麼樣都比以前好 回不去了 好不好 江老師你也覺得嗎 前段有講一下 你對這些TrackGPT的財報 或者是說相關的財報 或者是概念股 你什麼想法 對 這個趨勢一旦成形 就也是一樣回不去 其實你從巴菲特演野這一生 你可以看出一個端倫 為什麼他這個存股 他這個爆股票爆那麼久 然後呢 這個可以變成世界的排名 財富的第二名 因為科技不斷的成長 科技不斷的成長 科技不斷的改變人類的生活 那今年的TrackGPT 就是一個改變人類生活 蠻大的一個變革 我懂了 你進步之後 你快速得到一些的利益之後 你就不想回去過去的模式 所以即便目前有困難 人類的科技 人類智慧 一定能夠把它交易改善 投資就像滾雪球一樣嗎 你要找到教師的血 還有很長的坡 你這樣滾出的雪球 才會又大又圓 好不好 所以這個 又大又圓 AI 又大又圓是我自己家的 AI這個是一個趨勢啦 對 沒錯 這個是很長的一個坡啦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好 第一共和音量恐再爆 微軟Google 財報傳驚喜啦 好不好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那個 又大又圓 沒有人叫你基屬 你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啊 有啦 好啦 你也會嗎 老師也會喔 你也在幹Blackpink喔 我是在 那個龜派氣功 龜派氣功 我知道 哈哏 爛哏 老年人 老年人只會龜派氣功而已 你知道現在這邊 笑最開心是誰嗎 就是那個製作人儀惠 儀惠啊 因為年紀差不多 他叫我畫圈圈的 然後現在笑的是微泰啦 好不好 可能也看過龜派氣功 所以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好不好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 8點上線 1350間拍影片 20次教學影片 最後來喊一次口號 龜派 最後來喊一次口號 謝光明 瘡狂股市福利社 爛連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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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拆聲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 放開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這家2月一刀 篡大虎 想先到 開始想打 好 這嘴巴好厲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別提他不用 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培養紀律 常不去是毛利盾 Oh I know 看空 說下求同 不用 在你左右 快就噴 換一支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信 瘋狂股市福利社 地前告訴你 最最高 沙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到周環上巴黎唱片 複狂股市解蠻影片 二十一刀剩影片 乖一口 二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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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眺家 報告 巨岸 觀看